主我们今天得以在这里是因为受了你自己那大观的关照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所有在座的 主我们虽然都是那蒙恩的罪人 但是主你却对我们主能有恩典 今天你呼召我们把我们聚集在你的家中 主要是要我们今天能够活出你自己所给我们的招命 所以主求你今天借着信息对我们主能说话 那我们得知道今天我们得救 主要不单单只是为了坐在这里听到 我们得救也不单单只是要将来上天堂 主这不是你所要的 主这一些都只是你额外的赏赐 主你今天呼召我们来为要 使我们成为你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为了我们在地上主要彰显基督 使主能看到原来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真神 所以主今天求你帮助我们 当我们主能聚集在这里的时候 主要就像我们一开始主席所祷告的 开吞我们的耳朵 主要不要使我们的心被门闭 那我们在这里主要有一颗主要真的是 谦卑受教的心 得以你受你从天上而来 主要借着你自己的话一手要告诉我们的 你自己的启示 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也能够活在你的心意当中 我们感谢你这样一下的时间 全然延望在你的恩手当中 保守我们 胜过保守一切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国际新闻呢 大家觉得最近国际新闻里面最大的新闻还是什么事情 不知道是吗 我现在应该有人知道对吗 我不知道前两周你们的朋友圈有没有人 选择要回中国还是要待在美国而失眠的 我朋友圈里面有这样的人 为什么要选择待在美国还是要回中国而失眠呢 就想着这个川普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今天美国跟伊朗的局势这么紧张 所以他紧张到一个地步 他说我不知道我要留在美国还是要回到中国 彻夜难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如果今天我们去关注国际的局势 我们不但看到说美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 也看到伊朗跟以色列之间的紧张的关系 特别是最近几天 以色列也发生一件比较严重的事情 就是在圣殿山 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 那穆斯林跟犹太人 犹太人在那边祷告成千上万 然后这些穆斯林就开始什么 跟以色列人做什么 做抵抗 所以当时就很多人受伤 那最近几天呢 很多的以色列警察就受伤 为什么受伤呢 因为很多的穆斯林女人就 当街就开始在那边打警察 而警察不能打女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发现说 当我们今天来看中东的局势 发现中东的局势好像影响了什么 影响了很多的事情 当我们今天看到世界上有许多的这些 预兆 这些征兆 但是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 耶稣说什么 他说这离我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主耶稣说什么 他说当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各地必有地震饥荒 有很多的假教师 假先知 假基督起来的时候 他说当福音传遍天下 就是什么 大灾难的起头 所以主耶稣基督有预言的 主耶稣基督预言 当他再来之前必有这一些的事情什么 频繁不断的发生 而且越来越剧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 一直不断的给我们发警报 告诉我们 离他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 所以今天我们如何能够 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 持守住我们的信仰呢 所以前一个月也还看到 最近好像越来越多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在教会里面杀人 所以我不知道有一天 如果有人跑到我们教会当中 告诉我们说 今天凡是不愿意 凡是能够否认你信仰的 你就可以活着走出去 反而是持守住你信仰的 你今天就要死在这里 我想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跑出去 百分之多少会出去 我想你自己请你知道的是吗 你有答案对吗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保罗 保罗他在什么时候说 故此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呢 这个时候的保罗呢 他其实已经被关押两年 他被无故关押两年 他不是因为犯罪被抓 他在这个时候呢 他在两年之前 圣灵警告保罗 他说你若是回到耶路撒冷 你必要被捆锁 什么意思啊 就是你必要被抓 所以保罗其实有圣灵的感动 他知道他回耶路撒冷要被抓的 可是他能拿回什么 耶路撒冷 因为这是他定义要回去的地方 他知道圣灵要把他带到耶路撒冷 那他在耶路撒冷被抓 因为将来要借着这件事情 把他带到罗马去的 所以保罗是知道的 可是他仍然去了 为什么 因为没有 因为他不要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 因为他曾经理受了一个从天上来的意象 所以当保罗因为回到耶路撒冷 被抓了之后呢 当时的那个巡抚 当时呢 当时那个犹太帝的巡抚呢 因为喜欢钱 这个巡抚不大公义 所以是一个贪官 他贪污受贿 当时的犹太人很想要杀保罗 所以因为犹太人不能够定人死罪 而且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 那这个巡抚呢 罗马人 他知道保罗是一个罗马公民 所以不能够无故定他死罪 那么他又要讨好这些犹太人 因为希望犹太人能够什么 贿赂一些他 能够贿赂他 所以他又不能杀保罗呢 又不能够把保罗给犯了 所以他就决定把保罗放在什么 关在监狱里面 所以因此保罗没有任何罪名 被关了两年时间 那直到这个巡抚呢 卸任了 那新任巡抚三位 那新任巡抚三位呢 要搞好接下来他的那个 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第一个要办的就是谁 就是要办保罗 因为保罗如果被办了 相信他接下来的官位就做的什么 就比较稳一点 因为犹太人就比较配合 所以当他要提审保罗的时候 发现保罗其实真是没有什么 没有放什么盖世的罪 他说这个人真没有罪 那怎么办呢 正好那个时候 雅基帕王来了 所以那保罗就被这个新任巡抚 带到雅基帕王的面前受审 所以当保罗受审完的时候 他一直讲一直讲 讲完的时候 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 那天上来的意象 你知道保罗很奇怪的一点是什么 当他在受审的过程当中 他没有说雅基帕王 我真是冤枉 他没有说冤枉啊 我在这里被关了两年 我都没有犯罪 他从头到尾 没有一句话 为自己的无罪说分数的 他从来没有一句话说 我是冤枉的 他从头到尾只做一件事情 只传耶稣基督病 他钉十字架 所以他讲 他是怎么领受的意象 他今天所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这个意象 他没有说我今天是无罪的 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这样子吗 为的是因为 他领受了天上的意象 他不在乎自己 会不会被定罪 他不在乎自己会不会死 他只在乎今天他有没有抓紧这个机会 把福音传给每一个他得见的人 所以圣经预言到有一天 门徒要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 五一一个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的是谁 是保罗 在这所有的使徒当中 保罗是五一一个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 为耶稣做见证的 耶稣曾经预言说 他说你们要带到诸侯君王面前 为我做见证 所以保罗当他为着这件事情的缘故 他没有分数 他也没有说我是无罪的 他只定义要传耶稣基督 所以当时你知道亚基帕王的反应是什么吗 他说你差点使我做基督徒了 所以他听得也很热血沸腾 但是他还是什么 心里面干瘾没有信 所以他说保罗你差点让我做基督徒了 最后亚基帕王告诉保罗 他说你可以什么 无罪释放回家吧 结果保罗说我要散述 我说清楚 保罗散述不是要为他无故受驱两年散述 保罗散述的目的 哪是为要去罗马 因为他要散述到罗马凯撒大帝那里去 所以这个亚基帕王是罗马纷纷的王 就像我们中国古代说的王爷一样 他只是什么 被派管理犹太地区的 那么罗马的最高君王是谁啊 罗马凯撒大帝 所以保罗当亚基帕王说 如果你不散述你就可以回家了 因为罗马公民是有资格什么散述的 所以保罗说我要散述 结果保罗因为要散述的时候继续被关两年 所以他从当时的该撒利亚一直被带到罗马去 那他为什么一定要散述 因为他要把这个福音带到哪里去 带到凯撒大帝面前去 这是保罗他所要做的事情 所以他一直从来没有以他自己的性命为念 他从来不在乎他会不会继续坐牢 他也不在乎他接下来会是什么样子的 他只在乎他能不能够把这个天上的异象执行开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传福音很难的 因为看到当保罗无论去往什么地方 人都要杀他 人都要用石头打他 人都要把他给赶走 没有人喜欢保罗所传的福音 大部分人不喜欢 那感谢主 无论保罗去往哪里 总是有人信主 那今天我们这些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困难的不是传福音 我们今天 你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的难处是什么 是我们自己 是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人 看中的是物质 多过于我们的主 所以我们今天看中所有这世上的东西 我们今天看中我们的家人 我们今天 我不是说你不应该看中你的家人 我今天只是说 我们今天看中我们的家人 看中我们的财产 看中所有在地上一切的东西 可是我们不看中耶稣 所以这就导致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没有办法 许多的人在这条路上 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所以你就发现 有的弟兄姐妹 突然间好几年时候 冒出来 冒出来干什么 我要打证明信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说这是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所以因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许多的人 没有一个清楚的印象 我们甚至不知道 我们今天信了耶稣干什么 所以我们常常以为 我信了耶稣 我就上了天堂 甚至有的人都不在乎天堂 今天只知道 我今天信了耶稣 我今天受洗之后 我就可以什么 拉上那份信 所以问题是 当我们今天 没有这个印象的时候 甚至是有的人 真的信主了 有的人真的也很爱主 甚至是有的人 体现也很热心的服侍主 可是你会发现说 渐渐的渐渐的 这个人就离开了 渐渐的渐渐的 他已经什么 他真的是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在这里服侍 甚至是我们有的人 聚会聚会着聚会着 我们就发现 哇好无聊 我都不知道我在这里聚会干什么 那许多的团契也是这样子 当我们参与团契一开始的时候 可能大家都在上线 都在线上 可是渐渐着 我们就离开了什么 团契 因为无论怎样 你会发现说 当你没有一个意向 因为没有意向就没有目标 没有目标你就没有使命 所以因此你今天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持守住我们的信仰 那是因为缺乏这个意向 那感谢主 保罗无论他的环境如何 他都一直什么能够持续下去 他从来不妥协 那是因为他有这个天上的意向 所以保罗他直到他临终的时候 在他临终之前 他写了最后一份书信 他说什么 他说那美好的仗 我已经打过了 丹跑得如我已经跑进了 索性的道 已经守住了 这是保罗他最后生命的一个写照 所以他不但是在第一次 第一次被关押的时候 说我没有违背那天上的意向 过了十年 当他跨要什么 训道之前 他再一次被抓 结果他又说了这样的一句话 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刚跑得如我已经跑进了 今天所信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没有逼迫 但是因为太安逸了 今天因为我们今天许多人 光顾自己的事情 我们今天许多人 爱世界不爱神的缘故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好像大部分的人都这样子 那我们怎么样子 才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 所以今天我们盼望 透过保罗来看这个天上的意向 那这个天上的意向是给保罗的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到底有没有意向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意向 你会发现 我们真的是很难持守到底 所以盼望透过今天的信息 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 我们的意向是什么 那保罗 保罗的一生当中 他其实看过许多次的意向 那他人生当中看到过的第一次意向 在什么时候 就在大马色的路上 那当时我相信弟兄姐妹 如果仔细看过圣经 或者信主久的一点的人都知道 什么叫做大马色的意向 所以当时他走在 他在去往大马色的路上 大马色的路上呢 他看到一束大观照着他 那当他被照的时候 眼睛瞎了 他就扑倒在地 当时他知道 这个意向当中有一个人 所以他就问这个人 他说主啊你是谁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 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 所以弟兄姐妹们 保罗当他看到这个意向的时候 整个人生命被翻转 那他在人生当中还看到什么 许多其他的意向 当他过了三年多 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混游向外 上帝让他再次看到意向 那当他第二次看到意向的时候 其实是上帝要什么 要给保罗一个非常确切的一个使命 因为他在大马色意向当中的时候 上帝说你要做外帮人的使徒 那是因为保罗还没有行动 三年之后上帝继续什么 向保罗显现 在意向当中说 你要传福音直到外帮的 所以在保罗的人生当中 他其实看到了什么 许多次的意向 但是他说的那个天上的意向 那是指什么 那是指第一次 他所没有违背的那个天上的意向 是他与主相遇的 那一次所看见的意向 所以在那次的意向当中 他看到了耶稣 所以耶稣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基督 因为他当时什么 他当时带着首令 要去抓捕基督徒 把基督徒放到监狱里面去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保罗这个人 但他还没有 信耶稣之前 但他还没有见到意向之前 保罗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圣经里面保罗说 我是一个什么 法利赛人 圣经里面保罗称自己是 法利赛人中的 法利赛人 好 什么叫做法利赛人的 中的法利赛人 那说明 他们一般的法利赛人都什么 都严谨 他们一般的法利赛人都厉害 这是一个 了不起的一个法利赛人 所以这个法利赛人在法利赛人当中地位也什么 也非常的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说我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 他在世界当中 在犹太人当中是非常高的身份跟地位的 他对于当时的世界 或者对于我们今天的世界来说 他的成就是什么 非常了不起的 是相当成功的一个成功人士来着 而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 他一生 他一生所要做的事情什么 所以自从有了基督教起来 自从有人信了耶稣之后 他一生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要攻击拿下了耶稣的名 把所有信耶稣的人抓到什么 监狱里面去 因为言行强迫基督徒 说亵渎神的话 什么意思 就是言言行逼迫基督徒否认信仰 什么叫做否 所以你知道吗 如果你愿意信耶稣 如果你要继续信耶稣 那我就继续给你施行 如果你否认要信耶稣 你就可以得释放 所以我常常说 很了不起的 以前的那些受苦的 那些英雄 或者说我们说的殉道者 很多 其实在我们中国文革时期 那我不说那些人民英雄 然后大家都知道 我要说文革时期 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牧者 叫做完民道 那这个完民道呢 他因为文革的缘故 那他被抓进监狱 他被抓进监狱的时候 每一天呢 都被言行拷打 言行拷打的目的是 要他写一份告白信 什么叫告白信 就是否认信仰的告白信 那当他要言行逼供的时候 整整一年时间 他不单自己被关 连他的妻子都因为 他的年累什么 一同被关 所以一年的时间里面 一直被言行拷打 要他写下这一份告白信 要否认耶稣 所以一年之后 其实呢 他真的是很痛苦 所以那一天 他准备要写 他真的想要写下 这样的一份 否认耶稣的信 那他写的时候 有一句话告诉他 有个声音说 若有人在人前不认我的 我在我父的面前 也必不认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因为这句话的缘故 他不敢写 所以后来 他没有写下这份书信 然后继续被关 关了十几二十年 好 我忘记了 关了十几二十年 等到他被释放的时候 身体已经破败 眼睛已经看不见 可是呢 当他被释放之后 仍然传福音 所以当他被言行拷打一年之后 他本来因为肉体的软弱 可是因为这句话提醒他 所以他继续什么 被关在监狱里面 然后后来呢 他在监狱里面 每一天做什么事情 墨写圣经 因为他总担心 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关多久 他说上帝啊 有一天我要忘记你的话语怎么办 他天天在 那个监狱的墙壁上面 把他所记得的圣经 全部摸写下来 所以是这样子的 所以你知道 当我们这些基督徒 看到这些 以前的这些基督徒 受刑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面是很难受的 所以你会看到说 逼迫这些基督徒的人 我们会发现他很可恶的 那就像保罗 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保罗他天天做的事情 就是要抓基督徒 把他们放到监狱里面 严刑拷打他们 使他们否认信仰 说亵渎神的话 所以保罗被配得称 罪魁中的罪魁 我们当中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不配称罪魁中的罪魁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尽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也犯罪 对不对 我们是罪人 我们今天最多说话 可能有人偷东西 可能有人什么 可能有人常常去 嫉妒纷争别人 有人常常在后面 散布一些小道消息 说别人的八卦 那我们犯的都是这种小罪 对吗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做的是什么事情 是逼迫基督的事情 是逼迫基督徒 要使基督徒否认信仰的一件事情 所以保罗自称自己是罪魁中的罪魁 所以我说他配得称这个名 这个名称 我们不一定配得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是他见这个天上异象的之前 当他见到天上的异象之后 保罗整个人改变了 以前他逼着别人否认耶稣 否认信耶稣 现在他每一天所做的事情 无论见到谁走到哪里 他在有大马社也好 耶路撒冷也好 犹太全地一直在地基 他都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要人什么 悔改 归向神来信耶稣 所以保罗说 我不知别的 我只知道要传言 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道理 所以保罗 当他见到这个天上的异象之后 他整个人人生改变 他不再逼迫基督徒 他反而成为了那个被逼迫的人 所以从此以后 犹太人千里绝杀他 保罗无论去哪里 那里的犹太人总是要杀保罗 哇 人家的保罗就很难什么犹太人讨厌 那为什么保罗很难犹太人讨厌 因为这个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 他每到一个会谈当中 别人不知道他是信耶稣的 只知道这个人看过去很有学问 很有法利赛人的分法 就请他上台讲道 保罗一上台就讲什么 就讲耶稣 哇 你说该不该死 对犹太人来说太该死了 所以就好像如果今天我们教会有一天 不小心请了一个 东方闪电的人进来讲道 一讲就开始讲女基督 你想教会会不会把她赶出去 就会不会把她赶出去 所以你明白吗 对于当时的法利赛人来说 哇 保罗真的是该死 因为保罗无论去往哪里 圣经里面称保罗是角动天下的 保罗一到那里 他说那个角动天下的人来了 这个人就像瘟疫一样 犹太人看保罗像瘟疫一样 因为他走到哪里 总是有许多人会信耶稣 保罗一讲道就是有人要信 所以犹太人恨他恨得要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一个被逼 一个逼迫人的人 成为了一个什么 被逼迫的人 那这是保罗 所以他一生 因为这个意向改变 那么他的一生 曾经要成为那法利赛人当中的 法利赛人 结果后来成为了什么 后来他的一生的目标 不再追求着法利赛人当中的 法利赛人 他的目标变成要得着基督 他活出基督 亲爱的弟兄姐妹 犹太人当中 法利赛人是什么 是非常受人尊敬的 能够进法利赛教派 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在当时的身份地位上 都很高的 那保罗如果是一个法利赛人 生活无忧 我相信他的家庭 应该是很富裕的 所以他一生不需要 为什么将来而忧愁 所以这样的一个人 可以很轻松很快乐的过生活 可是因着这个天上的意向的缘故 他的一生目标改变 要成为得着基督 要活出基督 那意思是说明什么 他会要失去这个法利赛人的身份 接下来生活没有保障 所以保罗因为这个意向的缘故 他开始了三次旅行步道之后 基督姐妹他受到了许多的困难 甚至是 甚至是有一天 他要自己一边工作 一边自搭帐篷 一边传福音 因为没有人供应他的生活 一个本来生活无忧 有很高的身份地位的一个人 为了这个天上的意向的缘故 他把这一切都放下 所以圣经里面保罗说什么 他说我曾经以为 对我来说有益的事情 就是这个身份 他说我现今都当作有神的 我现今看这个世界如同粪土 他说这世界上 所有的一切东西 对我来说就像粪土一样 没什么好的 我今天只追求一件事情 就是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自保 所以保罗整个人的人生 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 因为那个意向 那个大光照着他 他认识了耶稣 他发现耶稣基督是自保 所以今天我们当中 许多人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从来没有人真的知道 耶稣基督是自保 我们今天可以花很多的金钱 我们今天可以花很多的精力 去寻求这地上的东西 可是今天有谁愿意付上代价 为了要得着基督呢 有多少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 我们许多的人会流失 许多的人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甚至是今天我们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 因为我们从来都不知道 也从来没有真的是这样子的明白 耶稣基督应当是自保 可是我们却不知道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稣基督是自保 这是保罗所看见的 他用尽他的一生 他说他真的是一生奔跑 只为要得着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 所以他说他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叫着那个标杆直爬 那个标杆是什么 就是耶稣 因为他一生只有一个目标 就是要得着基督 所以他在不断得着基督的过程当中 他也活出基督 所以保罗说 或生或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造成显大 或生或死 无论怎样 都不要让基督的形象从我身上失去 无论在怎样的情况当中 都要那能从我身上看到我里面有耶稣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里面充满的是什么样的生命 活出来的就是什么样的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里面 有没有耶稣 就从我们外面能够看得出来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当我们这些人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不要以为我信了耶稣就可以了 我已经很好了 不 这不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心意并不是只要救人脱离 这个罪恶的权势 就这样而已 你有没有看到在旧约时代 无论上帝做什么事情 都是为要把人什么 为要把人带到他那祭祀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当中去 因为上帝有横的心意 就是要让人做那祭祀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上帝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之后 是不是就把他们扔在旷野了 反正你们得救了 没问题了 没有的 上帝要把他们带到哪里 带到江南地 要建立一个祭祀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的 那很可惜的是 这些得救的以色列人来到旷野之后 这两百多万的以色列人 这些第一代的人 除了两个人 加勒跟约书亚 剩下的人都死在旷野 为什么这些人都死在旷野 因为他们以为 今天出了埃及就好了 结果亲爱的弟兄姊妹 他们没有进到那个江南美地 他们只是出了埃及 结果之后却什么 死在旷野 没有享受到 上帝真的预备给他们的 那个分胜的产业 所以今天我们以为 我们得救了就好的人 今天我们就像这些 以色列人出了埃及 我们只是在旷野而已 上帝为你预备的 那个分胜的产业 你还没有得着 因为你还没有进去 所以当我们今天 还在这个旷野的时候 上帝有一天 要把我们带进 那个江南美地的 但问题是 今天你以为 我出来的已经很好了 我现在就已经很好了 所以没有人 愿意去追求 江南那个永恒的 那个分胜的那个产业 所以我们今天 看见的只是眼前的 所以当时就有 两个半支派的人 看到越大很多的地 非常肥沃 他说我们不要过去了 那个江南美地 我们不要去了 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块地方 不是上帝要给你们的 这个地方 会有仇敌的勤劳 这个地方会有 很多的危险 你们看到他的肥美 可是却没有看到 背后的危险 所以你明白 上帝的心意吗 上帝的心意 是要把人带出来 然后再把人带到一个什么 带到他永恒的国度里面去的 所以不是你紧紧的 就够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今天紧紧得救之后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这些不得救 这些不得胜的基督徒 这些在 在我们还有生命气息存留 没有把我们所 上帝所给我们的恩赐 用出来的这些人 圣经里面说什么 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把这些人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面 爱哭切齿的 所以就像那些 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一样的 是没有办法 进入到那个分胜的产业 你得不着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他一生 为要得着基督 为要活出基督 那也是因为 当他与主相遇的那个时刻 他从天上的异象当中知道 原来这一生 为的是耶稣 原来耶稣是自保 他曾经所做的一些事情 他以为为神大发热心 他已经很好了 结果他发现 他做的一切事情 都是错误 原来上帝的心意 上帝的奥秘 就是基督 所以你明白吗 上帝的奥秘是基督 这是保罗所领受的 所以保罗也因为这个天上的异象 他为此奋斗一生 所以接下来 我们看到保罗 当他领受了这个异象之后 他来到大马社的旷野 在旷野生活了三年时间 旷野啊 什么生活 我不知道你们去过旷野 我这次去了埃及 那前年我去了那个以色列的时候 当你去到旷野的时候 哇我真的是想到 以色列人能够在旷野四十年 真是不得了的事情 非常非常的炎热 而且什么都没有 旷野就是什么 就是飞沙走失 而且当那个白天的时候 太阳 在太阳的那个曝晒之下 非常的热 我想想这个以色列人怎么走 又怎么在这个旷野生活 在保罗他领受了这个大马社的异象 他自己去了大马社旷野三年时间 在那三年时间里面 他自己在那边受装备 主耶稣基督让他受装备 那他那三年之后呢 他就回到大马社 那个传福音 结果当他回到大马社传道的时候呢 他被大马社的犹太人追杀 他那被大马社的犹太人追杀 就逃到什么 耶路撒冷 继续传道 那耶路撒冷说希腊话的犹太人 也要杀保罗 所以保罗就这么 只能继续跑 所以他后来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大树 那过了十来一年时间呢 他就被带 班纳巴带到了安提亚 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 所以当保罗被带到了 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 大概有一年多的时间 在那边造就门徒 做得非常好的工作 可是呢 一年多 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 当时安提亚教会的人 所有的同工 祷告之后 他们看到了异象 就是要猜浅 班纳巴跟保罗出去什么 旅行步道 所以因此保罗才真正的开始走向什么 福音的河场 才真正的把福音开始传给外班人 所以当保罗开始三次旅行步道之后 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写下这段话的时候 才是他第二次旅行步道结束之后的事情 所以第三次旅行步道还没有开始 在他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 保罗说什么 他说他多受劳苦 多受什么 多下煎熬 被鞭打过 被鞭打五次 每次打了多少下 39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当保罗被石头打了这一次 你知道是打了什么 头破血流 当时那些人以为保罗被打死了 所以把他丢到城外的乱战杆 我说的是乱战杆 因为那些人以为保罗死了 这个尸体放在城里面的污秽这座城市 所以这些人把保罗跟希腊两个人 拖到城外什么 就丢到城外 所以常常城外应该就是乱战杆 对不对 是因为以为保罗死了 所以你明白 但保罗因着传福音的缘故 甚至快要善失性命 结果我相信保罗那天应该是昏迷不醒 第二天早上他醒过来了 醒过来之后 身上的伤口都还在了 没有 醒过来上帝行神迹 把他伤口都医治了 没有的 他带着满身的伤口 继续回到那座城里面去传道 所以这是保罗来着 所以保罗还有什么危险 他说还遇到 远路也遇到什么危险 有强盗的危险 江河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各式各样什么 不同的危险 他说他都遇到过 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 那个时候传福音 在公园 在那个 在那个 大概祖后五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飞机有地铁吗 什么都没有 连汽车都没有 所以保罗常福音 除了海路 要坐船 剩下的要靠什么 靠走路的 所以当他走去 从一个城市 去往另外一座城市的时候 不是要走上路 就是要走什么 旷野的道路 所以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那他遭受了这么多的苦楚 都为要什么 都为了那个天上的异象 因为异象当中 主耶稣说 你要把这个福音带给什么 外邦人 你要为我成为那外邦人的使徒 所以他做了这许多的事情 受了许多的苦难 可是保罗从来没有妥协 还有没有哪一天说 哇 上帝啊 这么辛苦我不干啊 好 今天就想到我们当中的同工 我们当中的同工服饰累不累 累 苦不苦 苦哈 我都苦我都累的 所以说这个长大很不属灵 对不对 今天为主服饰怎么会苦 怎么会累 告诉你很苦很累 好 有的时候其实不是身体苦 身体上面的 有的时候更多是什么 是心里面的 那保罗苦不苦 保罗累不累 保罗也苦 保罗也累 我们当中许多服饰的同工 我相信你们也苦 有的时候也真的是很累 那这是不能够否认的事情 但是我为这当中 我们服饰的好几年下来 还没有退场的 还没有提前退休的 我感谢主 因为你们还没有妥协 那我要说的是 保罗不妥协 因为天上的意象 带给他一个不妥协的使命 那我们今天没有妥协 我不知道我们是在咬着牙硬撑呢 还是因为我们也有这个天上的意象 在拖着我们 所以我盼望我们是因为知道 我今天为什么服饰我 为什么在这里 为什么这么苦这么累 有的时候这么难过了 我那男的在服饰 我盼望不是因为人的关系 也不是因为我在咬着牙硬撑 乃是因为我们跟保罗一样都有一个天上的意象 所以保罗遭受了这么多的苦难 甚至是现在自己都被关在监狱里面 那哪不违背天上的意象 那是因为这个意象给他一个什么 给他一个使命 因为这个意象让他知道 原来上帝所给我的托付 就是要我做这些事情 所以无论怎样 或生或死 我总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协大 无论怎样 我总要行完什么 我一生的路程 所以因此保罗说什么 他说因此我却不以性命为念 好 所以保罗说我不以性命为念 这个时候他被抓了 这个时候 对不起 这个时候他快要被抓了 他知道自己要被抓 很多人都劝保罗 他说你千万不要去耶路撒冷 你赶紧往另外一条路走吧 很远远的逃跑 结果保罗说什么 我已经不以性命为念 我已经不看为宝贵了 因为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要行完我的路程 他说既然这是撒地的安排 我就要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都为要成就 从主耶稣基督什么 所领受的 此事 所以保罗这个人 真的是这样子的 他不单是在外面 传福音的时候有痛苦 你知道弟兄姐妹 他心里面的苦 我相信也非常的多 因为当保罗出去外面 传福音的时候 他到达一座城市 就建立一个教会 他到达一座城市 这些信徒信主的时候 他就帮助他们什么 建立一个教会 但是当这些教会建立完之后 保罗就开始为这些教会的事情 什么 挂心 所以保罗说了 他不但是心里面 不但是外面有困难 他说他心里面 天天挂心什么 众教会的事情 所以他说这些事情 天天压在他的身上 压在我们身上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重担 对吗 所以保罗看到这些教会 真的是就像重担一样 压在他的身上 我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们觉得说今天 教会带给我们的牧者 我说我们的长老 喜乐多一点呢 还是忧愁多一点 好我们弟兄都知道 是忧愁 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 你们自己心里面回答 今天我们带给我们的牧者 忧愁多一点 还是喜乐多一点 我相信是忧愁 你知道保罗 他建立了那许多的教会 那忧愁多还是喜乐多 我相信也是忧愁多 你看到保罗所建立的这些教会 许多的教会都有问题 特别是哥林多教会 结党纷争 很多人诽谤保罗 那还有很多什么 还有人娶了什么 还有人娶了自己的继母 那有的人为着那个 圣餐的事情也有纷争 那各式各样不同的事情 在这个教会里面发生 这个教会里面的人都很有属灵的恩赐 可是每个人都是基督里面的婴孩 保罗说你们理受了这么多 却一直都不长大 所以当这个孩子不长大的时候 保罗心里面就开始什么 忧心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这个教会里面有一端倾怒的时候 保罗忧心 当这个教会里面同工不团结 同工里面有纷争 有那个同工当中 有很多的什么 隔阂的时候 保罗还要特意写信 保罗真的是为所有的事情在忧愁 有人他爱世界离开了 保罗心里面也有忧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在这里 我们发现说 我们以为这个教会 我们今天看不到的许多的问题 我们的牧者看到 所以当我们的牧者看到 这个教会景象的时候 心里面天天挂心 这个事情就像 这些挂心就像重大一样 压在什么 牧者的肩上 所以我们不要以为 今天我们来这里团契 我们来这里聚会就已经很好了 今天上帝要的不是 我们只是来这里聚会而已 今天上帝要的不是 我们今天单单信主人而已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 上帝永恒的心意没有改变的 上帝有一个更分盛的产业 在那边要我们得着的 可是我们没有人愿意去 有多少人真的愿意去 今天我相信说 我们当中需要主的人非常多 那爱主的人我相信也不少 所以我们当中服侍的 也挺多的对吗 那爱主服侍的人也挺多 可是真正有使命感的有多少 所以我们当中许多的人 有好一点的人是因为 觉得说 我今天既然做了服侍同工 我就应当负责任 所以有责任感 有责任感我说已经挺不错的 但是单单有责任感 其实是不够的 我们盼望的时候 我们的弟兄姐妹 今天来这里 乃是因为使命 不是因为责任 有责任还不够 因为责任 有的时候你可以说 哎呀我今天卸下我的责任之后 我就可以什么 我就可以 好高枕无忧 我就可以 什么事情都不愿做了 所以责任有的时候 会让我们想要去卸下 但是因为使命的缘故 今天我们不能够去违抗 因为这是你的使命 是让你要奋斗终生的 所以它叫做使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直到有一天你形成了 你完成了这个使命 你才可以什么 不再继续奋斗 所以这是责任跟使命的区别 当我们今天许多的人 都在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 你说服侍很好 你说服侍同工要有使命感 那我一直都不要做服侍同工 我就不需要有使命感 无论服侍也好 你今天不服侍也好 我们都需要有一个使命 今天无论服侍同工也好 没有服侍的同工也好 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都知道对吗 耶稣说你们要知道 弟子做我的什么 做我的见证 你们要分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也说 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军尊的祭司 是属神的国民 亲爱的弟兄姐妹 要让我们去宣扬 要让我们入奇妙 出黑暗入奇妙冠名者的美德 所以圣经一而再而上 不断地重复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基督徒是有使命的 所以这个使命 其实就应当成为我们的意象 这个使命就应当是意象带来的 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托付给了我们 今天我们还没有做到的时候 我们就不应当妥协 我们就应当什么 继续下去 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只是做什么 礼拜的基督徒 你们以为有礼拜就已经很好了 上帝不要这个 上帝要的是我们今天 不单是要做一个传飞音的使徒 不单是要做一个传飞音的基督徒 我们今天更是应当做一个 得着基督 活出基督的一个基督徒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但有一天 你自己在天上的时候 你的家人在地狱的烈火里面粉烧 谁的罪 你的罪 所以我们当中许多的人 到目前为止 还都没有向你的家人传过福音的 你有罪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今天真是知道 不是只有服侍的同工 有服侍的意象 要有使命 今天我们没有服侍 你说我暂时没有想过要服侍的人 那我以后都不要做服侍同工 就不需要有意象有使命 不 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使命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保罗因为这个天上来的意象 所以他永远没有妥协 因为这个天上来的意象 他不敢妥协 所以他一直在神的面前什么 坚持 他持守住他自己的信仰 这是我们这样来也要做的 所以我刚才说过 凡是不得胜的基督徒 将他在黑暗的 外面的黑暗里面哀哭切齿 凡是持守到底的圣经说 你们要与我同到什么 同到这个千年的国度里面 在我高养的婚宴里面 与我一同欢喜快乐 你们是有福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谨记 这个天上来的意象非常的重要 因为意象给我们托付 给我们使命 使我们这一生能够坚持到底 要不然我们走着走着就不见了 走着走着 可能就已经掉到那个灵魂的火壶里面去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要很小心我们这个人 所以我们要有那天上的意象 好好想想看 当我们与耶稣基督相遇的那个时刻 我们有没有领受 那今天我们来讲这个 那到底什么是意象 那在圣经里面的意象 基本上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启示或者是什么 看见的意思 那当初旧约时代的这些先知 或者新约时代的使徒 当他们看意象的时候 是真的有一些什么奇妙的景象 那就像以希节 如果你看以希节书的话 你就发现以希节先知看到什么意象 他看到有四活物 什么叫做四活物 是天使的其中一种 所以他在意象当中看到四活物 有四张脸 四伏有四张脸 然后有翅膀 然后脚下有什么 我说风火轮 他描写的很像风火轮 他当他看到这个意象 今天我们有多少人能够看到这样的意象 所以当你看到说以希节看到这么奇妙的意象 他这个意象要告诉他什么 是上帝借着这个意象给他有托付有使命的 所以让他当上帝让以希节看到这些意象的时候 让他知道什么 今天是你们虽然被辱了 虽然你们今天在外邦 可是上帝仍然在说话 上帝的灵仍然在行走 所以他说当他看到这个 四活物的意象 脚下有轮子的时候 圣灵在其中行走 那在这个 在这个四活物中间 有上帝的话从中间起来 为什么 因为四活物的你中间是谁啊 是上帝 好像上帝的 好像上帝的那种 王位 上帝的宝座 在这个四活物的中间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常常借着意象是对人说话的 所以上帝那以赛亚看到什么意象 当然以赛亚圣经里面说 他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 以赛亚看到什么意象 他看到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那么上帝的衣服从天上坠下来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他意思说天地之间被上帝充满 上帝坐在天上 他的衣服从天上垂下来 折开了整个圣殿 很了不起的一个意象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 上帝那以赛亚先知 看一项是为了做什么 上帝给了以赛亚 偷付跟使命的 你要去往那些什么 往我的名单中去 你要向他们传讲什么 审判的信息 可是他们听了 却当做听不见 他们看了却也看不见 但是我那男人要你去 所以当上帝向摩西显现的时候 上帝给摩西看什么意象 看到一重什么 荆棘火焰焰焰而不毁 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过荆棘吗 但那个干枯的荆棘 烧一火就已经什么 火就灭掉了 它不可能焰而不毁的 所以摩西他看到的意象是 荆棘火焰一直烧一直烧 一直都灭不掉 所以上帝在这个荆棘火焰当中 向摩西显现 给了摩西托付的 上帝给摩西的托付使命是什么 你要去带领我的名出埃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旧约当中也好 在新约当中也好 当上帝向一个人显现 给了他一些特别的意象的时候 是有什么 有托付跟使命的 那上帝有没有像每一个犹太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象显现 给他们托付跟使命呢 并没有 所以你会知道 今天我们要说的意象 并不是这种特别的景象 并不是要像旧约或者新约的使徒 跟先知们所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意象 因为上帝用这样的意象 只是会特别交给什么 某一些的人 那这一些意象 在圣经里面都已经向我们启示 那我并不是说上帝在现今 不再做这种事情 那难做 可是什么 并不是像每一个人 上帝特别在一件事情 或者一个新的事工起来的时候 他会特别什么 他会特别拣选一些人 给他们看这样的意象 但是今天我们不是每一个人 都要看这种奇妙的景象的意象 那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天上的意象 我相信亲爱的弟兄 不单保罗领受 我们今天应当每一个人都要领受的 因为保罗所看到的天上的意象是什么 他在看到大马色的时候 那个大观照着他的时候 他在意象当中看到了谁 他看到了耶稣 那个时候他与耶稣基督相遇了 保罗问了耶稣两个问题 他说主啊 你是谁 主耶稣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 我是基督 那第二句保罗问耶稣 他说主啊 我当做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每一个人与主相遇的时候 我们都应当问这样两句话 第一个 主啊你是谁 主耶稣给你的答案是 我是基督 第二句话 我当做什么 所以保罗 上帝给了保罗什么 托付跟使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决志信耶稣的那个时刻 应当是你觉得耶稣很好的那个时刻 对吗 因为你觉得他可信了 你才会决志信耶稣 那我说的是真的信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 我觉得我的耶稣是真的美好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尝到了主恩的滋味 那那个时候我愿意信耶稣 可是当我愿意信耶稣的那个时刻 开始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应该问耶稣第二个问题 主啊 我当做什么 所以耶稣并不是要 你信了之后就坐在板凳上 做一个礼拜的基督徒的 决志说什么 你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耶稣基督 所在大马色的意象当中 让保罗看到的 那同样的 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 我们应当领受着 同样的意象跟使命的 那我不知道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西罗亚的意象 好 所以我们西罗亚 当初并不叫西罗亚进行会 对不对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叫西罗亚什么 参幅 好 那什么叫参幅呢 叫做参广福音 好 看过我们 那个教会简介的人都知道 那当初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这样的一个教会呢 其实我们当初并不是一个教会 我们当初只是一个小团契 一个查经团契 所以当时在2006年的时候呢 HIC的一些同工 HIC的一部分同工 那当时呢这些同工们他们同样领受一个意象 以西结书第三章 所以他们领受意象是什么 他们从圣经的经卷书卷当中 他们看见了需要 所以这个看见就成为了什么 意象 所以当他们看见上帝说什么 上帝对他们说 他说 你奉差遣不是玩啊 说话生奥 言语难懂得多国去 那后面上帝说 我乃是要猜浅你 往那在美国数十万 在餐馆工作的人那里去 你们有同样的语言 你们有同样的背景 他们也需要福音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一开始我们西罗亚所领受的意象 所以当这些同工们领受这个意象之后 那马上就开始行动了 那后来呢他们就针对当时 就是HIC教会附近的100多家餐馆 发传单 传福音 100多家 所以当他们开始传福音 发单单传福音之后 后来呢又开始想 我们需要有什么 然后咱俩又有了一个感动 就是要开展一个一起跑活动 那什么叫做一起跑活动呢 就是带着好这些 就是跟着这些在餐馆工作的这些同胞 跟他们一起跑 什么叫做一起跑 2006年的时候 我相信那个时候不是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有车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什么 没有车的 所以来回休息天回到纽约 要不然就是什么 有的时候没有车 有的时候要去坐那个火车 好所以比较好就是比较麻烦一点 所以后来呢 当我们开展这个一起跑活动 当时长老的感动是要买一部什么 买一部福音车 那买一部福音车 那有这个感动呢 就要什么 要行动吗 所以长老就回家跟长老娘商量说 哎 她说我有一个感动 所以长老娘厂长分享 当你们的长老有感动的时候 我都不感动 因为感动要付代价 所以当长老领受这个感动之后 当时她为她的大女儿 那个时候她大女儿第二年就要读什么 读大学 那她大女儿读大学不是按 今天比如说 按着这个美国小孩子的这个公民 或者是绿卡的身份付学费的 她的女儿要按留学生的身份付学费的 因为那个时候她的女儿是没有身份的 她的女儿因为在很小的时候 跟着妈妈偷渡进来的 所以她的女儿是要付什么 留学生的那个费用 一年大概四五 一个学期四五万还是一年四五万 不大记得 所以应该是一年 所以她为她的女儿 掌的第一年的这个什么 费用 就是这个大学的费用 长老领说 我既然有感动 那我应该把这笔钱拿出来买福音车 所以她难道没有挣扎吗 她也挣扎 所以长老领说她感动我都不感动 明白这个意思吗 但是后来他们两个同心祷告之后 把这笔钱拿出来 买了这部福音车 那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呢 HIC的几位同工 就每天晚上轮流 当然包括我们当初的这些 餐馆 福音团契的这些同工一起 轮流 开什么 开车 往返纽约跟New Jersey 到每个餐馆 接这些休息的人 把他们带回到纽约 再把他们从纽约什么 带回来 那我记得长老说过 曾经好像是 从下班时间一直到晚上 两三点 一直在什么 就这种接送的工作 那有人开车 就有人在那边什么 像车上的人传福音 坚持了两年多的时间 那直到有一天 长老说 他自己的脚都不能动了 哇 他说 那天他已经熬了很久 熬了很久 这个脚越来越痛 因为一直要踩那个什么 刹车跟油门 所以那天脚不能动呢 他说很痛很痛 但是还在坚持 对不对 那天的时候 他领袖讲到耶稣基督 那那个瘫痪了38年的瘫子 告诉他说 拉起你的路子走吧 所以长老说 他当时坐在车上 开车脚不能动的时候 他就按着他的脚 他说我今天要奋族的名 他说主耶稣 你给那个人的 我也要 祷告完之后 他的脚可以动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 脚痛就好了 所以你明白吗 所以当上帝 给了我们意象 跟我们 这个意象就带来一个什么 托付跟使命 所以当时的同工们就起来 就这样子建立了 我们的西洛亚 参扶团契 那到了2008年左右 那后来呢 同工们再次领受意象 我们看到 皮特长老再次领受什么意象呢 他做梦的时候 他做了一个异梦 梦里面 他到了一个花圃当中 那花圃当中呢 有很多的苗 各式各样不同的苗 那有一颗苗就特别一点 有几片叶子 然后有一点点的什么 腾长出来了 那他就看了一下 哇他说这个好像 基罗亚仓扶的景象 因为两年多的团契时间 有几个人什么 受洗 有了几 一点点的叶子长出来了 可是还没有开花结果吗 还小小的 但是就是他看到这颗 就知道 这颗是有一个感动 就是要把它挖出来 带到外面去种 所以他把这个苗挖起来 然后来到了一个地方 他说这个地方很好 土地又好 已经有架子搭起来了 他就种下去 种下去转身就走 为什么转身就走 不用担心了 长起来的时候自动什么 这个藤就会往这个架子上爬吗 所以他要转身走的时候 发现种下去的这片土地 这边土一直不断的在什么 在流失 他就知道原来我不能种在这里 所以他继续拿着这根苗 一直走 然后走到哪里 走到一个高架桥 一座高架桥上 那他走到高架桥上的时候 他发现这个高架桥 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片土地在哪里 好 那一刻看过去 他说也挺不错的 他说这里有土 然后呢高架桥又不需要搭架子 这个苗站起来的时候 藤直接往着这个高架桥什么 上面攀爬 很好 但是也不愿搭架子 非常好 又牢固 要种下去 拿着铲子一长 他发现土这么什么 太浅了 他说不能种 所以就继续拿着这个苗 继续走 那走过了这个高架桥 他说来到了一片地方 一望无际 肥沃的土地 哇 真好 那唯一的缺点是什么 什么都没有 除了土地 什么都没有 所以也不愿走了 因为他一直看过去 就是什么 就是这片土地了 所以他说上帝啊 什么都没有 要种下去吗 他说我要种下去了 所有东西都要自己搭 所有的架子都要什么 都要自己搭建起来 好 但是 那个声音就告诉他 要种下去 所以他就把它什么 种下去了 大家明白这个 易闷的意思吗 因为这个易闷的缘故 西罗亚本来在哪里 在New Jersey的一家餐馆 地下室 福音团契的 因着这个易闷的缘故 我们来到了 布克林这个地方 2008年1月7号 我们在楼上三楼 开始第一次的聚会 这是我们西罗亚 从一个团契 开始渐渐发展成 一个教会的一个经过 所以当我们开始 发展成教会的时候 一开始都是什么 都是外来的同工帮助 我们HIC的同工 洛哥的同工 反正都是New Jersey的 这些同工什么 来帮助我们 而且 大家都是台湾的同胞 所以他们都一直什么 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开始建立 这个教会 最基础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的长老 要做音响同工 要做招待同工 要做敬拜同工 全包 除了讲道不是他讲 因为讲道要请外来讲人 那个时候他不是长老 还是一个弟兄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教会是这样子建立起来的 所以你明白 为什么到了这个地方 什么都没有 价值要谁搭 要我们自己搭 所以当初我们所领受的意象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今天我问我们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到底知道 我们为什么而生 为什么而活吗 所以西罗亚有这样的一个意象 当我们今天说 非常好 那我们都有意象 我们就往这个意象奔跑 但是我要说的是 如果你今天不知道 为什么而生 为什么而活 你都不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而服事的话 今天我做再多的事情 我今天为西罗亚把善再多 我今天传再多的福音 都没有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吗 当保罗传福音的时候 当保罗能够领受天上的意象 有了这个使命 托付 做了外班人的使徒 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 一切都是因为他有一个中心意象 在整个意象的中心是谁 是耶稣基督 所以你明白吗 耶稣是自保 所以他为了得着基督 活出基督 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为谁 为基督而做 所以当今天 西罗亚庆幸会有我们的意象 我们的意象是要赢得灵魂 我们要做门徒训练 我们要把弟兄姐妹拆排出去 我们盘望有一间 我们这里信主的弟兄姐妹 将来有一间你富有了 你到了外面买了大房子 你到了很远的地方 开了自己的餐馆 有一间你的餐馆 要成为福音团契聚会的地方 或者你的家庭要开放做什么 福音团契 那你周遭的那一些同样做餐馆 或者我们同样背景的同胞们 能够在你的家中来聚会 这是我们当初的意象 但是现今我们很少的人去做 因为很多的人 还没有成熟的地步 就已经流逝了 就已经离开了 因为我们很多人 得着了我们自己想要的时候 我们就离开了教会 我们还没有装备好 还没有进行门徒训练 我们就已经四散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今天 最亏欠神的一个地方 我们不断地为人受洗 可是有多少人愿意留下来 门徒装备受训练 能够愿意出去呢 所以我不是说 你不能够离开这个教会 你可以的 但是我是盼望我们的弟兄 专备好出去了 然后呢 你可以把这个福音带出去 甚至是有一天 你可能回中国 可能只是你回中国旅游 无论你去往哪里 你都能够把福音带过去 这是我们当初的意象 所以保罗的意象 他就去了传福音 那他所做的一切事情 我说过了 因为他的中心意象是谁 是基督 他发现基督是至宝 所以做一切的事情 为着基督 那今天我们有这个意象 也是为着谁的缘故 也是为着基督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做的这一切 不是为着基督 乃是为着教会 多得一些人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不是上帝所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做 服侍的同工 我想问一下 我们今天到底为什么服侍 今天我们服侍 是为了什么 今天我看人的面子服侍吗 上帝不要 今天你如果为了 要找一个出庭证能服侍 上帝不要 所以如果今天 我们看人服侍 我为了找一个出庭证能服侍 我请你停止你的服侍 因为你的服侍 没有任何的意义 今天教会需要的 不是来帮帮忙的人 教会太缺乏了 我来帮帮忙 教会要的是 委身于基督的一个人 所以今天我服侍 是为了基督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做的每一件事情 为着基督 那么不但是我们今天 在座的弟兄姐妹 服侍的同工 需要服侍为了基督 今天我们 还没有服侍的人 你活着为基督 所以 为基督而生 也为基督而死 所以什么叫做为基督而生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他说 天上地下 没有一件东西 不是借着谁造的 不是借着基督造的 所以 宇宙为他而造 万也为他而造 而且什么 靠他而造 所以今天我们是 为着基督而生 我早上说过 今天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是为其他人而生的 你不是为你的儿女而生的 你也不是为你的 另一半而生的 你也更不是为你的 爸妈而生的 所以还有一些 很感能的爱情故事 所以好像说 今天你出生 就为了将来 等你长大的时候 要遇到你的另外一半 然后你们结成年龄 哇 Happy Ending 这都不是 这只是我们人 什么 杜撞的而已 自己 自己 自己什么 自欺欺人的 我今天为你而生 世界上没有这样的爱情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世界上 今天我们应当为 耶稣基督而生 我们今天生着为耶稣 死着为耶稣 所以你知道巴拉巴吗 那个强盗 当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有一个强盗巴拉巴 对吗 所以当时彼拉多说 这个巴拉巴是个强盗 所以在逾越节 你们可以要求释放一个囚犯 这个耶稣真没犯什么罪 犯耶稣好不好 有他人说 不要 释放巴拉巴 钉耶稣十字架 巴拉巴是个强盗 耶稣什么罪都没有犯 可是犹太人定义 要钉耶稣十字架 那这个巴拉巴很开心 看到这些犹太人 这样子太开心了 这个把他钉十字架 把我给犯了 然后他很开心 就跟着群众 一直去看什么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 他做了一个围观者 所以当他看到耶稣 被钉十字架的时候 突然间 他被触动 所以在教会历史上 留下这么一句话 他为我死 我为他活 所以从此以后 这个巴拉巴成为了 一个传福音的勇士 成了一个教会的指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你会看到 一个强盗 当他遇见主的那个时刻 他的生命都能够改变 他都知道 今天死都要为耶稣 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呢 我们今天信耶稣 有没有付任何的代价 我们今天做基督徒 有没有付任何的代价 不要忘记 我再说一次 上帝不是让我们 仅仅得救而已 上帝要造作一个 祭祀的国度 圣洁的国民 上帝要把我们 带到加莱纳 有可能的荣耀里面去 所以在这一生当中 我们要为着 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 不断地在奋斗跟奔跑 该打的仗要打 该跑的路要跑 当持守的道 我们要持守住 这一切不是为着你的缘故 也不是为着人的缘故 一切为着谁 为着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乃是自保 所以我也深远 但有一天 我们的弟兄姐妹 临终的时候 好 我们到达我们人生终点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像保罗一样 他说 故此我没有违背 那从天上来的意向 那美好的杖 我已经打过了 单跑的路 我已经跑近了 单守的道 我已经守住了 我相信这是保罗 对自己的一个肯定 也是耶稣基督对保罗的一个肯定 把这句经文记载在圣经当中 盼慰有一天 我们能够不羞愧地来见耶稣 千万不要成为那个羞愧去见耶稣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愿意一首诗歌 买做回应 成为我异象 请起立 祝我异象 我便无爱如为主我静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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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想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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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潮我许心 自如是我静恒 成为我智慧 成为我真言 我愿将跟随 你在我身边 你是我身父 我是你子 你尝去我心 你尝去我心 我与你合一 我不求虚命 也不求富有 你是我今夜 憧憬的永久 为你在我无心 永远去守 天上大军湾 你是我挽有 天上大军湾 光明的太阳 如我相见了 我已得神圈 我心属 你既信 永无变更 我由地主罪成为我印象 亲爱的天父我们恳求祢 主啊来到我们的心里面 主成为我们的印象 那我们真是知道 原来我们被造是因着耶稣 我们也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造 主我们这一生主啊的中心印象 那还是要为着基督 所以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那我们活着为基督 那我们无论说话行事 或吃或喝或生或死 总为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乃是我们心中的王 耶稣基督乃是我们人生当中的自保 主到我们的弟兄姐妹 还没有发现的时候 主啊求圣灵的官来关照我们 主我们不需要大马车上的大官关照 我们今天就需要圣灵来关照我们 当圣灵关照我们的时候 主啊让我们的眼睛不再被这个世界门闭 让我们的耳朵主啊也不再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谎言 所以我们发成 主啊让我们今天不因为撒旦的谎言 主啊让我们爱慕这世界上的爱情 让我们爱慕这世界上的物质 让我们看中这个世界上许多的事物 过于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真是知道这是撒旦 主啊在我们当中所设下的圈套 是他的陷阱跟网络 所以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 主啊你说我们乃是分别为圣归给你的人 主你没有在我们信主的时候就把我们提到天上 主啊你说我们你能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 因为这个世界上的人需要见到耶稣基督 所以主今天我们应当成为你在地上 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在这世界上的人要见耶稣的时候 主啊他们要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 因为我们这一生主要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们不但要得着耶稣基督 我们还要活出耶稣基督 所以主当我们无论怎样 那我们或生或死 当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的时候 世人就看见了耶稣 世人就知道原来我们的神 是又真又活的神 我们的神主啊虽然今天我们看不见祢的形象 今天我们虽然看不见祢在我们的当中 但是主从我们的改变的生命当中 主啊所有的人都要得见祢自己的荣美 恩主我们谢谢祢 真的是帮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天上的异象 不但给了保罗 主啊天上的异象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保罗的中心异象就是基督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主啊就当为着基督而活 所以主当我们今天仍然在罪恶过犯当中享乐的时候 当我们仍然在我们的安逸环境当中懈怠的时候 主要求祢来搅动我们的环境 主要来翻转我们的环境 主要愿祢自己那大人的作为 来做那复兴的工作 因为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 没有异象明就放肆 没有异象明就灭亡 当我们今天没有异象而活的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走在正路之上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至终却走向死亡 所以主帮助我们今天正是在这末世的时代当中 我们从警醒的心来度日 主那我们正是在知道在这末世的时代当中 我们更应当是爱惜光阴 主要来将我们的使命执行开来 这一切都是为着基督的缘故 我们感谢祢 帮助我们也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好 弟兄前面请坐